小伙顾六旬老人到果园干活 真没什么好指责的 9月10日 河南郑州 一小伙专门雇佣60岁以上老人干农活的视频 引起网友热议 据小伙介绍 他种植了1200亩桃树 每天会雇佣30名60岁以上的工人来干活 每天工资是80元 由网友对他指指点点 对此小伙回应道 本可以用机器 还更省钱 但是这些老人怎么办呢 据小伙介绍 来这里工作的老人家里 条件都不富裕 需要赚钱来贴补家用 说到这里 小伙心里也五味杂陈 自己能力有限 只能雇佣30名工人 小伙该不该雇佣60岁以上老人干农活 质疑者可能是出于侧瘾之情 心疼老人 实际上 老人应该老有所养 与老人该不该被雇佣 是两码事 就如网友说的 质疑者可能没在农村生活过 不了解农村的现实 视频中的小伙也说 农村老人只要还能动就要去干活 要不然就没有收入 60多岁了 还要被雇佣干农活 确实也让人心疼 但现实就是只有干活才有收入 雇佣老人的小伙也纠结 他说 看到那些满是沧桑的脸 你用还是不用 用老人于心不忍 不用老人也是良心不安 因为老人挣不到钱 会失望啊 实际上 长期干农活的人 如果身体健康 60岁的年纪 还有一定的体力 也愿意干点力所能及的事 因为劳动惯了的 停下来还不习惯 桃园里的活应该不是太重 所以 有不少网友对小伙子表示了支持 认为做得对 这是给老人提供了就业与挣钱的机会 再说了 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 老年人若能老有所为 也是有益的事 8月24日 中国老年人才网正式上线 这个不设年龄限制的招聘求职网站 引发关注 就是可以为老年人提供用武之地 据报道 数据显示 截至2021年 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 余2.67亿 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8.9% 其中60岁到69岁的低龄老年人口 占60岁 其以上老年人口的半数以上 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仍有工作意愿和能力 推动老龄人力资源开发 也就有现实意义 今年初 有多个地区发文 进一步规范建筑施工企业 用工年龄管理 有的明确禁止60周岁以上男性 及50周岁以上女性 进入施工现场 从事建筑施工作业 这虽是对高龄群体的保护措施 也引发社会关注 有人担心这样一刀切 多少农民工将失去工作 2015年 陕西西安23名年龄超过65岁的环卫工人 遭解聘 就引发过关注 同样是让人担心 他们会丧失生活的保障 可见 虽然雇佣老年人 让人觉得于心不忍 实际上 如果把他们挡在用工门槛之外 同样让人感到残忍 因为会断了他们谋生的希望 因此 该不该雇佣老年人 不必一概而论 对于健康状况良好者 能胜任相应工作 又有继续工作的需要与意愿 不妨乐观其成 不必以道德角度来论定 是否不尽人情 这与关心老年人 体恤老年人并不矛盾 可以在减少工作时间 与降低劳动强度上予以照顾 二者不必对立起来看 就会在减少工作室的地方 就会在减少工作室的地方 就会在减少工作室的地方